大家好 我們先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北部的很多朋友 應該都被雨聲吵醒 我們看一下從昨天晚上 到現在為止 事實上台灣附近的風場 在過去這幾天 變化真的很大 一下子有吹北風 一下子有吹南風 你看這個 在今天凌晨在東半部外海 還有一些氣流在這邊發展 那晚到了凌晨的時候 外海 整個從中國南方大片的 封面前圍的雲溪 就不斷的移入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今天來說的話 早上北部又是有一些村壘 但是在外海比較多 雲性不斷的移入 各位可以看從早上開始 間接性的 中部以北就有一些降雨 然後慢慢慢慢的移入 到了這個下午的時候又更多 那整個氣流來說的話 現在你看 在北部這邊呢 其實還是蠻亂的 因為這個 封面的主要的結構還沒有到 這個都是在封面的前緣 所以各位可以看 有一點這邊吹 這個南風 然後這邊呢 有一點點這個風速沒有很大 現在來說的話都還是前緣貼近當中 整個是有一點這個 在這個符合的作用在台灣北部 那現在晚上的時候會稍微緩和一點點 但是後來 還有一些雲系會再進來 主要封面的結構現在還沒有到 現在在哪裡呢 其實在中國 南方這一帶 現在是剛過了這一波的雲系 後面呢其實還有一些些會再進來 冷空氣呢 正在長江流域這邊下來 預計呢再晚一點 在明天早上開始 就接近到台灣 我們看一下未來的發展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水氣呢 會慢慢的過去 主要封面的結構呢 大概在明天的下半天 就會脫離 後面的冷空氣就跟著報導 但是整個中國南方這邊 還是有一些水氣不斷的移入 所以這一次來說的話 跟前幾波不一樣 前幾波是 東北風就一直一路下來 然後 接下來就轉為這種 東北季風型的天氣 這一次來說的話 水氣會比過去稍微多一些些 不過這個對於解決漢象來說的話 應該是 不無小補 杯水車機 所以請大家還是要留意 漢下的問題 那這一次的這個降溫呢 它的導致說它的強度沒有特別低 我們看一下它降溫的幅度 等於是說這個是 顏色很暗黑的 降溫特別多 特別厲害的地方 所以 各位注意喔 禮拜四禮拜五是降溫很明顯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呢 就到底了 到了到底 然後慢慢就會開始回溫 所以到禮拜六的時候就會稍微好一點點 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這一次一樣呢 也是一樣屬於高層 這個 氣流這個擺動 這個蛇形造成的一些結果 所以跟過去是非常像的 請大家 多留意一下 這個神明是我們東亞的大氣的一個循環的一個變化 這個是代表溫度的變化 那我們台灣天氣呢 真的變化很大 南風完了 明天就是北風一路往南衝 整個 東大軍統治了整個台灣 然後北部呢 就會一直不斷的受到這個雲系 還有加北風的影響 所以北部呢 預計呢 明天會濕濕答答的 然後呢 會迎風面轉為非常一直都一直持續的下雨 然後會稍微緩和 然後整個中國南方的雲系呢 一波一波的移入 所以未來這幾天呢 其實在中部 山區 都有機會 下雪的機會 或是下洞雨 或是冰線的情況會發生 山區還有東北部都是容易的 這樣的這個東北風呢 你看 看一直到228的廉價 都是這個樣子 目前來看的話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所以未來這個禮拜 明天開始 整個不一樣了 一下很大的轉變 一直要到3月初 可能才會稍微恍和一點點 所以也特別請大家要留意變化 雨勢的部分 這一波呢 明天還是有些零星的降雨 接下來整個中國南方雲系 留意中國南方雲系 東移加上東北風 所以北部呢 在未來這幾天 都是容易有正雨型的天氣 不過這個雨量來說的話 目前來看的話 等於是應該是春天的綿綿細雨 還不至於發生很大的 對流的一個雨勢 所以等於戶外活動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它的變化 那整個在天氣的形態部分呢 晚上其實還好 沒有明顯的降溫 等於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空氣品質呢 南部還是相對的 比較不健康 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大致上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除了 東半部北部有一點下雨之外 中部以北有下雨之外 其實大致上 還沒有太大的變化 比較大的變化 各位可以看 明天白天 整個溫度就會 大幅度的往下拉了 北部就會特別明顯 北部高溫就不到20度了 所以整個會往下拉 然後禮拜五又下拉了更多 等於禮拜五呢 可能低溫可能10、23度 那這個就是有一個感覺 所以明天呢 是一個禮拜四是降溫的過程 禮拜六就是低溫 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這次呢 大概中部以北會感覺特別明顯 那明天也要留意 空氣品質呢 在這個 中南部 還是容易有機會到達 不健康等級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這個這次呢 封面南下 水氣很充分 然後留意呢 有些地方有些比較大的雨勢 大家總算有點喜歡降雨了啦 因為太久沒有下雨 那明天冷空氣呢 南下降溫 會降溫的特別大 那預計呢 這個五六 清晨的低溫會比較低 請大家多留意 那這樣的情況呢 對於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或是慢性病的人 要稍微多留意一下 請大家多提醒家裡面的年長者 多給親人多一點 鼓勵 特別是明天的降溫 在中部以北的朋友 請給大家年長者 多一點關心 因為這個 心血管疾病特別容易在這種 溫差變化的時候 容易發作 請大家多注意 請大家多注意 請大家多注意